听新闻聊新闻锁定2000整点新闻 我是新话为您新闻话重点 投料讯息我们带您看到台湾各地的山区 民众开心的追选 不过在中国大陆一样寒潮来袭 很多游客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雪太大道路结冰事故频传 传出严重的追撞车祸 导致大批的游客都受困在景区 没有办法离开 还有很多人不满的情绪高涨 要求要退票退钱 一大群游客起哄要求退票 中国大陆重庆的风景区突然降下暴雪 交通受阻导致游客受困 对此风景区发文致歉 另外浙江泰州因为暴雪打滑 导致50辆车追撞事故 当地消防道场疏散围观群众 救出困在车内的人 孩子不好慢一点 把孩子抱到我们一号车去 这里太冷了 也是撞成一团场面 发生在贵州的高速公路 有人靠打破挡风玻璃 爬出车子自救 同时贵州的六盘雪市境内 所有高速公路因为积雪冰冻 必须封闭 时段货车受困滞留 当地派出工作人员 给受困的司机送热水泡面 暂时渡过难关 不只路上交通出现状况 空中也传出问题 一架四川航空3U8-424航班 从长春起飞后发动机故障 右侧引擎奔火 在空中将近两个小时 盘旋了16圈后返航 最终延误了七个多小时 才抵达成都 官方表示没有乘客受伤 虚惊一场 而镜头再转回台湾 其实这一波 从清晨到现在的降雪 让台湾民众看到 久违的海海白雪 非常的兴奋 不过除了山区之外 也有部分的丘陵地区 也看到雪了 像是在马祖 没有海拔比较高的山 但是气温跟湿度的条件 都已经达到也开始降雪 或者是新北市乌来三峡 还有桃园的东眼山 都见得到降雪 不过看在很多高山蔬菜的 农民眼里心在淌血 因为很多的作物都被冻伤了 一夜之间不少地方 都瞬间变成雪白一片 有雪地方就伴随着笑声 因为台湾要下雪很少见 雪山翠池积水来到超过20公分 堪称全台最美 第二高海拔的嘉明湖 同样也白雪纷飞 高山地区下雪 确实是在气象鼠的预报内 但离岛就稍稍比较惊喜 哇 下雪真的是雪 虽然纬度比台湾高 马祖南北干的山 没有那么高海拔 尽管2022年马祖侧站 曾经下过雪 但这回有更多民众 记录到这一波寒流 真的冷到爆 原本预期雪线大约在1000公尺以上 但不少地域1000公尺的都下雪了 新北市新殿山区967公尺 新北三峡约850公尺的熊空山区 以及桃园东眼山国家森林公园800公尺 新竹尖石海拔1000公尺山区 都是冰雪纷飞 因为水汽多 大部分听到的声音 都是属于已夹杂冰线 只是看着银白世界 这头很嗨 农民却是苦哈哈 原本是今天早上要看 看起来有点浪漫 绿色的蔬菜配着白雪 农民却是心在躺下 本来这几天就可以采收 但高丽菜的叶子一碰到雪 立刻冻伤 开始枯黄 已经来不及抢收 光是它一个农田损失高达80万 相关单位也请农民 发现有灾情的话 可以立刻通报 寒流来袭有强有弱 高山下雪全碰运气 这回水汽多温度低 其实雪线附近都可能会下 真的不能轻忽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各道高山水气充足 都纷纷降下了白雪 而阳明山是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才降雪的 很多民众立刻从市区 奔到山上 看到雪兴奋的 连衣服都脱了大赤膊 在冰尖雪地里赤裸上半身 大瘦肌肉 两位大学生 在阳明山上不怕冷 热血脱衣要感受飘雪天气 我们睡不着 然后没事情我们就来了 想要下雪 蛮有趣的就过来看一下 这样肌肉大吗 是真的要帅就不怕流鼻水 阳明山现在已经是一片 迎白世界 不只海拔800公尺的二子坪 还有阳明山安部气象站 932公尺 在23号凌晨3点16分 都已经飘雪 预估积雪厚度会达1到5公分 我们现在人呢 就在阳明山的二子坪 你可以看到今天天气 真的非常冷 目前来说只有一度左右 全身上下穿了外套 毛帽 还有光腿神器等等 通通都还是不够 因为这积雪 甚至是达到了一两公分 冷嗖嗖 但是真的好美 一堆人上山追雪 打雪仗 堆雪人 小朋友第一次看到雪 也好兴奋 好兴奋 更是有柴犬追雪初体验 而热血的不止年轻人 七十几岁 七十几岁了 对啊 七十几岁了 不要买了 很买了 因为我有做运动 我有做运动 我以前还没运动的时候 从这个天来穿10个 现在穿1个而已 阿嬷穿短袖真的太强 阳明山目前第一阶段的管制 也启动了 像是阳金公路口 阳德大道等等三个路口 上山都一定要加装雪恋 因为路段真的太滑 甚至一度传出 在凌晨将近一点左右 前往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上 一次有车辆轮胎打滑 掉落山坡下 车上三人一度受困 但伤者经过消防员咒注 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 带着兴奋心情上山坠雪 形成安全和保暖也得注意 TV的新闻张慧宣 李政委张家宝 林日文台北报道 而在桃圆的拉拉山呢 有很多露营客早就超前部署 在山上等雪了 果然符合他们的期待 见到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而且说他们全副武装超前部署 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准备了电热毯 熔备甚至还有柴火炉 所以在车上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温度可以调升到30度 用铁锤用力敲打银钉 要固定好帐篷 一天见桃圆拉拉山下雪的消息 游客只冲露营场 就是为了一堵雪白美景 不怕天气寒冷 做好准备 我们准备的是睡袋 睡袋然后跟毯子 毯子铺着隔绝湿器这样子 然后睡袋一人一件 那这台是什么 最好这是那个暖气 电暖气 小的露营专用的 所以睡觉的时候有开着 对对对 那这样在车上就 比较不会冷 乙姬你昨天睡觉会冷吗 不会 一家四口用睡袋电暖炉 就能把车车变身小型卧房 另一头只有游客前一天 就来等雪还自备了柴火炉 由于在海拔1600多公尺高的地方 普通的高山炉压力负荷不了 自己砍也行 买现成的也行 负荷式的充气床变 然后最主要是 现在有这种低功率的电热毯 那再加上这种 这种熔被 这个体感温度都快流汗了 大概可以到 应该接近30度了 车内跟车外 气温相差超过30度以上 进到车里就能隔绝下雪的低温 但是玩雪可不是人类的专利 民众风君雪夜晚家里的毛小孩 带出来玩雪了 在我旁边这只雪地犬 亚马 他不仅是在这边跑得非常的开心 到了晚上他还是主人 最温暖的棉被 不问山城亚马在雪地里疯狂奔跑 主人则是穿上好几件衣服 除了基本的照耳帽 也准备鞋垫暖暖包 让脚趾不动伤 毕竟到了晚上恐怕还会再降温 要在这度过寒夜到隔天 期待见到露营场变成溜冰场 而河欢山也降雪了 中部的民众也非常的兴奋 纷纷上山追雪去 而有些人呢 扒挥自己的巧思 把小货车改装成了露营车 同时车上还有大容量的电瓶 确保在山上呢 动力跟电力都可以充足悠闲的追雪 在连续降雪9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嶺停车场的 这个纪念牌上面呢 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积雪 不过呢 就算是零度跟负一度的低温 还是吸引大批的游客上来诗雪 本来是要来爬山 刚好这礼拜又听到说会下雪 对啊 第一次来遇到就先提前上海 小货车车主把车子内改装成露营车 这行动马桶啊 这个简易的铃玉间 麻烧虽小五脏俱全 从床铺到预测通通都有 加热棒去加热的 追雪必备的保暖小屋也不能少 洗澡水的加热棒 还有电热毯电磁炉 全都准备好放在车内 我们这样电从哪里来啊 就铃铁电磁啊 铃铁电磁这样子 大一点对对对 它还特别带了大容量的 铃电磁电瓶放在床底 可以撑到四到五天 另外有电动车驾驶 但是也特别把电先冲到了90% 一路开上荷欢山追雪 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 是不用怠速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吹暖气这样 电动车虽然不用一直发动 但是才上山待了半天 电量就直接从90%掉到了38% 是够的 只要在那个埔里的超级充电站 充完之后 充到90%上来一定是够的 只要上得来就一定下得去这样 幸好电动车下坡时会回充电 车主也表示不担心 发生受困山上的状况 不过还是希望五岭停车厂加装充电桩 让电动车车主们更能放心上山追雪 区别新闻的防疫情统一菜 南投上报道 而不时台中的荷欢山下雪了 现在在台中的大雪山福寿山也下雪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中部几乎啊 2000公尺海拔以上的山 统统都见得到雪 残雪车出动了 天色刚亮 荷欢山成了银白世界 覆盖上雪花的大地一片雪白 车顶撒了糖霜 像极童话世界 游客上山追雪堆雪人 山上下起雨来 雪花变成冰不减油性 记者持续为您守在荷欢山 那这边呢超过11点了 还是持续降雪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路面上的这个积雪呢 也是越来越深了 民众湖棚引伴上山赏雪 还带了马小孩 游客涌上山追雪 警方交通管制忙翻了 残雪车也好忙碌 来来回回已经残雪五趟 积雪深吗 也蛮厚的啦 也蛮厚的 你大概觉得有多深 大概有差不多10公分有 不过为了荷欢山赏雪 管制站发生了这段插曲 游客漏夜排队 等时间到放行 却在路上烤肉 还不理会远景的劝导 警方旅劝不听 游客还呛响 最后依据道交条例开罚 违规在管制点前的道路旁 就地烤肉泡茶 可储新台币1200至2400元 发还 清晨东方于杜白 大雪山飘雪了 小雪山旅游资讯站 海拔2560公尺 四周附上了一层白色雪花 树梢也是 圆形的木椅 像撒了糖霜的甜甜圈 圆区人员巡视 雪地留下清晰的足迹 大雪山林道 44公里以上路面就结冰了 圆得要命的农场 福寿山清晨飘雪 夜间停放人区的车辆 覆盖上一层白雪 雪花纷飞下来的时候夹着冰线 清晨农场从2500公尺的茶园 到2600公尺的天池都陆续飘雪 因为持续低温 农场估计 今天晚上有机会下雪到2200公尺的场域 上山追雪保暖很重要 清晨农场替了毛的羊妹妹也穿保暖衣 农场表示 羊毛秀是农场的招牌表演 一场表演替一只羊 她们也会特别注意保暖 人工保暖衣暂时替代天然羊毛 还有保暖灯加温 不会让羊妹妹着凉 TBS新闻综合报导 同样的提醒观众朋友 待会晚间 如果您还是要出门吃香叶或外出的话 要多穿一点不要着凉了 因为月夜会越冷 我们今天直播已经邀请到气象主播 宣童来到现场了 宣童晚安 新话晚安 大家晚安 好宣童 其实在棚内感受不到外面的气温 究竟是变化如何 相信躲在家里头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也是一样 可是我刚讲的话是不是不是在恐吓大家 真的会越来越懂 是的没有错 看到雪大家觉得很浪漫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外面 你不想看雪的话 你单纯就感受到这个温度 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出门 真的就是一个受罪的情况 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这一波寒流最冷最冷的时间 它发威的最强 而且到明天的清晨 温度可能更低 比今天还要来的更冷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整个北部地区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温度 是落在6度到10度之间 而在中部地区则是6度到12度 南部地区则是8度到12度 而部分地区当然是有14度 但是这都比较偏向于更南边的地方了 而在明天的白天 温度虽然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也不是特别的大 大概1到3度左右而已 所以一整天北部温度 可能都在13度以下 中部18度以下 而在南部则是22度以下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很大 但是一整天呢 其实北中南的低温 可能都只有个位数次 我们再来看这一波冷空气预计 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三都还是冷的 到了礼拜四的白天 温度就要回升上来 因为这时候寒流减弱 但是它减弱是慢慢的减 所以在整个北部地区 回升可能一天一天 都是一度一度的回升而已 而在中南部地区也差不多 只是中南部更特别的是 它的日夜温差很大 有超过10度 这样子的温差 在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特别难吐喝 所以要小心 家里面有的要跟他们讲说 衣服要穿的比较保暖一些 注意这温差上的变化 而预计到礼拜日之前 其实北台湾感受上都是这样子 冷冷凉凉的感觉 另外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就是水汽的部分 现在好消息是它减少了 因为华南云雨区已经移出去 而在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还包含了中部的山区 其他地方就恢复到 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到了礼拜四到礼拜六 这雨又会来的更少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甚至连北部的平地也不太会下 到了礼拜日到下礼拜二 水汽有稍微的增加 但也都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宇兰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但是西半部还是多云到晴 再来我们也看到低温排行榜的部分 这是目前现在最低温的地方在哪里 是在东影的 连江县的东影只有4度 而在本岛地区 则是桃园市的插改厂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它是本岛平地的第二低温 现在它是本岛的最低温6.6度 不排除明天早上 可能温度会比今天的早上 还要来的再更冷一些些 因为转干了嘛 那么还有在新竹苗栗的大河这个地方 温度也是有可能会持平 或者是更低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外头的温度 双北市大概是8到9度左右 而在台中9度 在南高平地区则是10度到11度 基隆地区10度 它的体感温度呢 可能会来个降的2到5度左右 而在明天基隆这边的温度 最低温来到8度 但是体感温度只有3到5度 而在竹苗地区这里呢 更是它的温度低温可能有6度 而它的体感温度可能只有0度 或者是1度 甚至部分地区有到-1度 靠近尖石像比较山区的位置 更要做好保暖工作 所以气象署也持续的发布了低温特报 全台湾都是亮灯的 尤其在台南以北 是会长时间出现10度 而且有机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 看到旁边的这一张图 几乎三分之二的台湾都被冰封了 就代表说这温度都在10度以下 而且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越晚会越冷 甚至最冷的时间 就是到了明天的清晨 会持续的游 而至于会不会下雪呢 目前还是一样 太平山机会是最高的 恒欢山还是有可能 因为它的温度很低 下冰线可能白茫茫的一片 是看得到积雪积冰的情况 但是要再下雪相对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清化 好的我们谢谢宣童的提醒哦 所以明天呢 台湾在台南以北 都会出现10度或10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中路地区的朋友要追雪 恐怕机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了 会变成下陷或者是结冰 但是太平山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了 我们谢谢宣童的分享 谢谢清化 谢谢大家 再来带观众朋友来暖暖身子了 今天天气这么冷 在彰化的羊肉炉 还有台南的湿木鱼汤 也出现了大排长龙的队伍 大锅子热气腾腾 这羊肉炉 让人光看就暖和起来 彰化羊肉炉老店 越冷人越多 一大早民众就胡捧饮伴 开桌吃羊肉炉 吃羊肉炉最好了 又软了 民众说羊肉温补最暖身 寒牛来喝热汤好遇寒 不能揪团开一桌的也有独享杯 一碗热汤喝下肚 身子都暖和了起来 羊肉炉不是唯一的选择 肉片丸子汤也是热乎乎 有内用有外带 卖丸子的业者也发现 这一波寒流来生意变好了 民众即使没有外食 也带着丸子回家煮 各地的早餐不太一样 台南人的早餐 湿木鱼粥 一碗热粥还有海鲜料 吃鱼吃鲜嗑都行 民众穿着后外套包紧紧来喝粥 还有老套会配个油条更美味 在往南高雄这家平时人潮多的小吃摊 反而人少了 大家都冷到不敢出门 咕拉把加上丸子这热汤还是很诱人 民众说平时没有位置 今天路过竟然有机会赶紧坐下来吃一碗 是路过今天没什么人我才留下来吃的 平常这里都客满 大部分的民众喝热汤郁寒 路上这名老妇人手上拿着冰淇淋 特别突兀 部人说因为走动不觉得冷 口渴了所以想吃冰 看来最佳的郁寒是动起来 TBS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天冷喝汤呢 过去在东北去雪地出差的时候 当地人也喜欢就是穿着暖乎乎的 然后在冷的天气里面吃冰淇淋 有一种外面很暖 体内冰淇淋的几天 冰冰的感觉 冰火两重天 也是蛮特殊的体验 就跟新闻当中的老夫人是一样的 而同时呢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很多人都形容 就说天气好冷 实在冷暴了 这可不是一个形容词哦 因为在嘉义蒲子的健身中心 这里的落地玻璃 就受不了温差 真的冷暴了 嘉义蒲子健身中心 23号清晨4点多 落地门窗的玻璃裂开了 整片搭下来 强化玻璃整片掉了下来 顿时满地碎玻璃 让一早来上班的员工很傻眼 还误以为这是冰块 赶紧拿出手机来拍照 我一开始以为是冰块 因为今天早上新闻 就很多县市都在暴下雪了 我想说嘉义应该没那么冷 怎么地上会有冰块 玻璃门爆裂 员工花了半小时的时间 才清理完毕 由于当时嘉义铺子出现摄氏 8度左右的最低温 员工质疑 应该是气温骤降造火 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冷爆了 就真的爆掉了 在高雄大辽 20号凌晨3点多 两辆机车经过 路边的中古车行 陆地门窗也瞬间破裂 掉满地 屋内间湿器也拍下这惊险的一幕 车灯一闪 经过门前 玻璃碎了整地 还好当时没有人员在场 纯粹都是天气热上冷缩 玻璃爆破就我们家前雨天 地霜爆裂一样 叶者说由于车辆经过时 没有停顿或任何的异状 应该不是外力造成 而是温差引发的自然爆裂 业者呼吁在公共场所 避免碎玻璃伤人 采用强化玻璃会比较安全 去VBS新闻张力联机健亨 南部报道 而现在长荣航空机师的罢工 扬言可能会在春节前后进行 而且提前一天才会广而告知 就有旅客预防性的 希望可以来退春节初三的 长荣航空飞日本的机票 想要退票改签 但是手续费居然要3000块钱 得自己买单 他觉得不合理 听到长荣机师春节可能罢工 担心出游被影响赶快退票改签 谢先生去年7月买了长荣2月12飞仙台 班机 预计2月20返程 两人来回共54,428 但申请退票 一人只退24,258 相当于一人退票 手续费近3000元 两人就要近6000 让他相当不满 你去改别家没有关系 那你劳工要争取 罢工权益 那也没问题 但是消费的权益谁来顾 我退票 我没有跟你要求偿就不错 你还收我钱 这不是莫名其妙 现身退票后改买新宇 还比长荣便宜600多 退票一人2000多也更便宜 长荣怀引劳资争议还在进行 占不影响航班运作 若有异动会再通知协助安排 也就是说 即使工会正式宣布 罢工时间之前 退票改签都要依照 原本的规定收费 改票的手续费是依照 当初选择购票的票价产品 国际航空公司短程 限从1000块到4000块 达尔分析以短程经济舱 退票手续费来说 长荣便宜票价不能退票 基本票价收3100 今年票价收2330元 综容票价收930 新宇也分四个等级 4000元递减到1000元 华航也从不可以退票 到1000元都有 一开始买入价格越便宜 退票手续费越高 目前也已经有旅客 打电话询问退票 旅行社询问度也达到两成 询问度很高 那目前真正动作的比较少 其实已经在去年9月 对于计划好了 那你现在高速他不能出国了 当然对他们一些 女友的性质的打击也很大 业者说还没退票民众 还在观望 长荣气功理事长则 公开表态反对罢工 旅行工会也说 预告期应该提早为一个月 将伤害降到最低 体别新闻 什么叫曹日人台北采访 报道 而再来看到这起轿车的纠纷 有一名医师从医院 要搭乘计程车 但是司机怎么找都找不到路 双方爆发了口角冲突 沟通之后无果 医师气得取消轿车 结果没想到这名问奖 也很有个性 他还骂他不雅字脸 甚至呛一声 搭不起就不要轿车 回忆起当时过程 依旧很傻眼 只是要搭个计程车 怎么会遇到离谱司机 这名医师19号 在医院的病理大楼 用知名的小黄APP 叫了一辆计程车 要赶去搭高铁 司机不知道病理大楼 在哪里就打电话来问医师 但医师也不清楚 司机当时的所在位置 因此也很难指引行进路线 眼看高铁要赶不上了 他只好取消轿车 并且跟司机道歉 结果司机竟然用 不雅的字眼入骂 甚至传讯息说 不用那么缺德 搭不起就不要搭 不要整人会有因果 让医师当场傻眼 直呼太夸张了 其他的问奖就说 这一间医院有很多栋大楼 有时候的确很难找 也说去搭排班的还比较快 据当事的计程车平台 则回应已经跟医师联系 后续会召回司机 加强教育训练与宣导 平台说已经释出善意 全程都好好处理 而医师也说 大部分的司机都很棒 但这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实在难以接受 不过不管是乘客或司机 都不应该情绪用事 甚至骂脏话 不知不能解决问题 恐怕心情也大受影响 还有新北市这间护理之家 因为房东不愿意续约了 结果住在里头的长辈们 成为了人求无处收容 那么护理之家表示 已经非常积极 跟房东争取 可以在在地继续营业 无奈房东还是有其他考量 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这间护理之家的其中一层楼 因为房东不再续租了 也导致在里面的住民 必须要转出 他目前在门口贴上了重大通知 也让家属感到相当错愕 来到这间护理之家 民国93年就成立 至今已经20年了 四楼加上五楼 从原本28床增加到86床 照顾使用鼻胃管 气切管 或是倒尿管的失职患者 歧视患者 附件 还有癌症肿瘤照护 没想到 房东突然要把房子收回去 业者多次协调 仍然没有办法续约 随即贴出告示 告知家属 是房东不续租了 因此合约效期 就是到三月底 由于后续还要花些时间 整理屋矿 住民务必在3月15号转出 但这让其中一名家属 感到不满 向一元成情 表示 年迈的母亲 目前是职务人 去年获里这家告知 医疗消耗品涨价 家属同意涨价 才能续约 为了让家人 能到最好的照顾 任何条件 大家也都默默承受 但房东这一招 让他们差点招架不住 指控要不是亲友紧急帮忙 找到新店的护理之家 母亲差一点就沦为人求 护理之家解释 去年12月底 就已经召开协调会 告知家属 五楼不续租 也陆续安排一些人 到四楼的床位 同时提供 其他护理之家的名单 让家属们参考 目前在五楼 剩下大约10个人 还在陆续协调 澄清所有合约 都是在三月前截止 没有违约的疑虑 对此新北市卫生局回应 护理机构删减床数 都要向卫生局申请变更登记 如果注明安置上有困难 社会局也将提供协助 尽力避免安置中断 台中的东区刚稍早发生了 弟弟打死哥哥的人伦悲剧 根据了解呢 这哥哥呢 平常其实没有正当的工作 父母呢相当的头痛 甚至用自己的房子 贷款了500万元 让哥哥花用 没想到呢 还是遇货难填 最终钱花光了 还是没有走上正途 而这回哥哥又跟父母 要了20万元 不给旧口气 非常的不好 弟弟看不下去 跟他爆发了肢体冲突 一时激愤之下 拿木棍打死了哥哥 一句都是自己的儿子 道出为人父母的心酸 大儿子48岁了 有两个孩子 却一直赖在家里面啃老 三天两头伸手要钱 二儿子看不过去 两个人发生冲突 意外打死哥哥 家门口的玻璃撞破一个大洞 上头还流着血迹 妈妈说大儿子平时开继承车为业 但因为酗酒几乎很少工作 过去五年不断的开口要钱 甚至拿房子抵押贷款 总共借了500多万 让他花用 却始终填不满无底洞 戳台坑五百万花活用 我当这个子就是 台大大一直在 我活用就像这样的老人 肉糠有口 22号晚上大儿子再次开口 跟家人要20万还威胁 不给钱就要让家人好看 儿子看不下去拿球棒 将他痛偶一顿 失手把人打死 被警方当场逮捕 妈妈无奈 大儿子经常因为要不到钱 闹事在去年12月 就申请家暴保护令 开口要钱 却从不让人过问 到底花去哪里了 这一次又为了钱 注下大错 哥哥被当场打死 而弟弟也因为杀人罪名 被逮捕移送法办 而台中大理的这处社区 是请来访的访客声音小一点 也引爆了冲突 原来这名访客跟社区住户 在警卫处外聊天 但夜深了 警卫担心影响到其他住户的安宁 请他们小声一点 双方就吵了起来 而过程当中 这名访客居然还动手推搡了 这名警卫 而警卫想要还击 但手不慎被刮伤 事后警方来到现场来介入调解 但是让打人的男子就此离开 那么警卫也非常的不满 说这样的行为就是 纵犯现刑犯 今天半年多摄取保全 跟门口大声说话的红色背心男子 起了口角 才刚转身就被对方偷袭重重的 尻了一拳 保全一时气不过抓齐 盲烟灰缸就要回击 还没打到人 手就先被割伤 只好气扑扑的走回柜台 边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 边比着手势叫对方你别走 没多久急销热源到场 消防队员帮他清洗伤口 包扎止血 而冤警到场后简单问了几句 就让动手打人的红背心男子离开 这让保全相当不满 质疑警方纵犯现刑犯 不理啦 大家都说不理 说不理他把你打 你搞到他把你打 你看你的方法 事发就在台中市大理区 这一处社区大楼 22号晚上8点 红色背心张姓男子 疑似酒后来社区找人 两个人在门口说话声音相当大 保全看不下去请他降低音量 没想到引起对方不满 双方骑了口角 一旁戴帽子男子想卷主 还被一把推开 没想到事后男子出拳 殴打保全 社区管理人表示已无大碍 且需返回上班故障不提高 保全不满自己被打 警方却没有当场抓人 但远警澄清到场时双方已经没有冲突 加上保全人员表示要继续上班 在告知权利后才会让打人男子离去 事后保全也到派出所报案提告 警方将依法处理 而桃园这一名男子早就是酒驾了一犯了 这回上路碰到了巡逻车 立刻路边停车 想要躲屁酒侧的茶器 甚至警方到现场时呢 他说他没开车没喝酒 但警方早就看到了 而事后他还跟警方摇耳朵 说要塞红包 拜托警察大人放他一马 男子否认酒驾但是浑身酒气 先说没开车又说没喝酒 然后解释正在叫代驾 到底说什么 谎话说的自己都晕了 我没有喝酒 为什么要叫代驾 没有因为我喝一小杯 巡逻车在路口发现他开车 违规左转掉头追了上去 他路边停车赶紧下来 假装没有开车 眼见警方盯得紧 勾着远警的肩膀摇耳朵 他要远警关掉密录器 讲悄悄话又把朋友叫过来 原来想塞红包求放过 这是23号凌晨 桃园警方蓝茶遇到的状况 男子25岁姓黄 眼见形会不成 他打开手机内建的手电筒 贴近远警的眼睛不断照射 被制止趁机闹事 他又是怒骂又是推打 又踢又踹 当场被压制抓了起来 攻击警察 你朋友还踢我 他还踹警察 黄金男子之前有酒驾记录 因此死缠烂打想躲避茶器 还拒绝酒册 请男子配合实施酒册时 男子进意图行为想规避取缔 当场遭远警拒绝 结果当然没躲过罪责 还多了一条妨害公物 TBS新闻 廖宗庆桃园报道 刑警主持的花园街 有一名小偷横行 而他似乎拥有一把万用的钥匙 直接打开民宅的大门 将屋里头的现金跟金饰细节一空 而担心被屋主发信 还仓皇地逃跑 犯案的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下 公寓门前男子全副武装 捏手捏脚走进公寓 而这里根本不是他的家 像是有练过似的 轻轻松松打开大门 一路走上二楼 开始翻箱倒柜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就是知道我主卧在这里 就是直接进去了 从哪里偷要偷什么 小偷似乎熟门熟路 因为他事先勘察过 可是他破坏的不找痕迹 我们中午回家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所有异状 11号早上10点 嫌犯偷偷闯进新竹市 华园街移出公寓 偷走金饰等贵重物品 价值大约20万 屋主回家发现 二楼房间乱七八糟的 这才惊觉遭小偷了 发现我有监视器 然后他就像爬的一样 就是蹲低爬 爬到厨房去拿剪刀 然后再爬回来 然后把监视器就是 巷头转掉 转掉然后去房间里行窃 拉开抽屉只剩下重要文件 贵重物品统统不见了 屋主急着出门做笔录 打开鞋柜更傻眼 装金饰的盒子 袋子被小偷卵塞在这 还顺手摸走二楼的 被用钥匙 调阅周边监视器 目前已锁定特定犯嫌 积极查气答案 就怕嫌犯再度上门 屋主吓得赶快把 一二楼的锁整组换掉 提醒周边邻居多加注意 别让小偷继续得逞 体育变新闻城市明菜新鱼新竹采访报导 不过许多公寓老屋呢 因为欠缺管理员 或是相关的现代化设备 房道来说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屋主要自己留意 而在台北市呢 也是开发的早 老屋最多的地方 但是这里的低总价的公寓 反而相对来说更为强受 当正的三房格局 搭配明亮的采光 这间座落在内湖的公寓 是抢手物件 就算屋里已经超过40年 因为价格关系 人就在淡黄区 有着极高的询问度 就算是比较老旧的公寓 在台北市仍旧很抢手 不止内湖包含中正 万华 大安 文山 老旧公寓的销量仍旧非常高 根据数据统计 台北市屋林中位数为35.5年 等于半数交易案件屋林 超过35.5年 等于是七都最老 交易案件当中 屋林40年以上占比 高达37% 其实台北市的屋林 其实平均已经超过30年 那我记得其实 在整个全台湾的平均屋林 比较年轻的是在新竹那个区块这样 那台北市屋林比较多 当然 但占多数的屋林比较 30年以上 那相对的 可能在统计上 就会发现 怎么台北市的成交的屋林 都来到30年以上 专家分析原因 在于总价落在 1500到2000万之间 对于民众来说 负担比较少 加上未来都更优势 让台北市的老宅 仍旧很抢手 另外其他城市 屋林最年轻的是 新竹县市16.4年 再来是桃园市18.8年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还有高雄市 中位数屋林 则集中落在 24到26年之间 很多区域开发的 比较早 速地稀缺 所以在这个 都更为老重建的 速度相对比较缓慢的 一个情况之下 普遍的屋林 都是比较偏高的 另外一方面 台北市的新屋 价格非常的高 很多要买在台北市的 这个买方 他只能选择就是 屋林比较高 单价比较低 这样子的一个物件 所以平均购买 屋林都超过了 30年以上 那么在观察其他区域 尤其像是新竹县市 这几年受到竹客的带动 所以有很多的 这个重化区的形成 那么因此 建商也积极的推案 在这几年 有比较多的 这个新案的产生 那买方 也因为竹客的购买力 比较强 对于新物的要求 跟需求度 都会比较高一些 专家分析 桃园新竹后期开发力道墙 加上年轻人移入 房屋新建多 屋林也相对年轻 台北市则是早期开发 近年新建案 多采取都更 为老等方式办理 就算是40年老房屋 甚至是50年 只要地段不错 以捷运占尽 都还是能维持 高价行情出售 加上公社比相对比较低 实际使用评数实在 在房产市场 仍有显著优势 我要选择机能相对比较强 大概也只能 屈就比较老的房子 才能够符合预算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是整个市场上面 老屋的占比而言的话 纵观七都而言 北市它的占比 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购物人纵然想要选择 比较新的案子 可能也比较不那么的容易 那我们也其实可以观察到 在这几年新案 如果推的相对 比较多的县市的话 它的新屋成交比重 也会比较高 比如说像是台南高雄 那另外来说 桃源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政府的政策里面 最大的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长期 对于围老跟都更 只考虑到建筑物的部分 而没有考虑到建筑物里面的人 因为围老跟都更 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来完成 所以对那一些 来不及做都更 跟建筑物更新的 这一些居民来讲 其实他们的风险很高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先注重人的训练 台北老宅老儿迷奸 随着地段交通方便 老房子也能有漂亮价格 而再来今天执行署 排卖了许多的名车 有宾市麦拉伦跟保时捷 有一百多人到场赏车 希望能够投标 不过骑标的金额 似乎也太过于高贵了 很多人下不了手 最后像是保时捷跟麦拉伦 都流标了 亮橘色车身车门打开 宛如一对翅膀 配上这轰隆隆的引擎声 TG车牌6666 千万麦拉伦超跑任你摸 有人照手电筒仔细检查车身 喜欢就有机会开回家 希望可以把它带回家 给太太开 自己来开然后做体验一下 那如果 当然因为做生意的角度 当然是 如果万一有不错的理想的价格 当然会是做出售的动作 希望是不要超过四百五万 市领地检署日前侦办 违法清云废油案 查扣负责人三辆名车 这辆2016年出厂的麦拉伦 雨量级亲民入门超跑 新车价1100多万 0到100秒加速 只要3.2秒 拍卖官喊出起标价600万 台下鸦雀无声 麦拉伦超跑罚人问津 拍卖官也傻眼 没关系还有第二辆 2017年出厂的 宾市豪华休旅车 新车价360万 起标价120万 经过一轮激烈竞标 幸运得主以139万元得标 我还从台中跑上来 我觉得浪费时间高了 买也卖不到600万 底标价就600 我觉得超出行情太多了 对 因为权威上面才写400多 对 那其实以这种600的金额 可以买到年份比较低 然后里程比较低的这个车子 不会觉得有点小可惜 不会 直接去车行买比较好 而这辆黑色保时捷新车价1173万 由于车零超过10年 其标价只要92万 这时台下已经没多少民众再度流标 过年换新车将近100人前来赏车竞标 但听到拍卖价格都吓跑 认为这价格跟期望的有落差 三辆名车最后只拍出一辆 这买气跟寒流一样冷 而天外飞来的飞梯 导致发生了连环车祸 这地点是在国道3号彰化河美路段 有名监视器业者开着箱形车 而做生意用的工具 这旅梯直接从车上掉落 砸到后方的车辆 导致一车爆台一车翻覆 而这惊险的过程 都被后方驾驶的监视记录器拍下来了 前车碾过路上掉落的铝梯 车辆来不及闪避 稍微偏移也压了过去 车子停下来 后方监视器镜头看到 紧跟在后面的车子 紧急切到中线闪过了 但是第二辆黑车 闪避不及撞上铝梯 又追撞车子 警戒着国道影像看到 那些黑车反覆四轮朝天 反覆的车辆 车上人员自行爬下车 在后方放上三角警示架 车流非常多 内线无法通行 挤到中线跟外线塞了一公里 前方白车就是拍下 行车记录器的车辆 女驾驶洪小姐开车 载着姐姐 我们有稍微偏右 所以我们只有后轮 碾到它的铝梯 然后就轮还不错 后车就是从 因为它如果挽右闪 可能就会撞到我们的车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没有减速就直接碾过去 然后就翻车了 事发在上午十点多 国道三号北向 一百九十三点六公里 彰化河美路段 因为前车掉落旅梯 后方车辆撞上 有车连过直接离开 紧接着白车闪避不及 压到爆胎 停下来又被追撞 最惨的是这辆黑车 翻车四轮朝天 一路轮子朝上 拖下高速公路 车上驾驶没事 搭救护车 离开高速公路 乘客则是跟着拖掉车 他头部受伤 制作笔录之后才就医 掉落旅梯的是这辆乡型车 车组是监视器业者 车组主动跟警方联系 不过载货不劳 先收罚单 因此引发车祸 车辆不在场 也要负造势责任 TBS新闻 陈志正吴淑平 章话报导 而在新北市新浦的捷运站 外头有U-bike站点 不过下班的尖峰时刻 大家都在抢共享单车 没想到这一男一女 都已经等了好久 好不容易有人还车 双方都忽视眈眈的 男方心情一步 把包包放进了U-bike的置物栏 说自己先来 所以要先得这辆单车 而女方说什么都不退让 双方扭打成一团 在上下班尖峰时段 U-bike站的确会常出现 没有车可以借的状况 而当时有两个人 就在新浦捷运站 这边等人来还车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 而其中一方竟然是先 把包包放进去置物栏 跟对方说是我先来的 从监视器可以看到 晚上七点多 一号出口外 的确一辆车也没有 两人是一男一女 女子看到对方放包包 气得说明明是我先来的 双方互不相让爆发扭打 都被车柱半倒还在打 男子趁机起身 迅速刷卡租车骑走 女方紧被坚守受伤 提告伤害防害自由 防害名誉恐吓毁损跟强制罪 对方得知被告了 则反空也遭攻击 提告性骚扰 防害自由伤害以及毁损 我会给他超派铁拳 其实前面走过去就有另外一个接车站 不到三分钟吧 我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旁边直接等的 就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所以要看 如果有人骑过来 然后他刚好停的位置离你很远 说真的还是要看 谁离那个位置比较近 当然不能给对方超派铁拳啦 的确捷运站附近很常被借光 但站点通常不止一个 彼此距离也不远 其实你只要搜寻这个U-bike的站点地图 然后你在这边输入你附近地点的关键字 假设说我们输入新浦捷运站 他就会显示说 目前这个站点还有多少车可以借 以及还有多少空间可以让你停车 各退一步多走一点路 应该才是最大赢家 毕竟为了一辆脚踏车大打出手 要打官司要谈赔偿还有医药费 这些钱不知道都能租多少次U-bike了 TVB的新闻成员吴亚新北报道 好也是因为U-bike单车 近年女子也爆气 原因是她到高雄大社的关音 关音山大社三宝节活动 好不容易骑着共享单车 来到了指定的站点 但是她却没办法还车 因为就像画面当中 很多的停车庄前面 都被围停的机车给停满了 她气得报警处理 但这属于警察的管辖吗 在高雄大社关音山人潮爆炸多 骑车格满满满 一位骑士左看看右看看 U-bike之间有空位 把车停进去 其他人看到也跟着效仿 一辆两辆三辆不到五分钟就停满 不少人来参加大车三宝节 一起凑热闹 结果单车站被围停机车包围 正好由民众骑U-bike来还车 根本没地方停 只能靠蛮力拉出机车 其他人看到也上前帮忙 耗费一番功夫 才终于把单车停进去 机车停车的区域 就在高雄大社关音山 不过其实这里原本 通通都能够来停机车 但是现在地板上 有一部分被画了黑线 就是因为这里被用来设置 U-bike站点 可不能因为之前是停车格 就随便停 单车骑士气得打电话报警 也po在地方社团分享 警示我报的全开罚单 但报了警警方一查发现 这不是道路是风景区 转报1999给观光局 观光局则认定 U-bike选择单位是交通局 而交通局强调 站点土地划分 是属于道路延伸范围 但实际观察 从事发到活动结束前 持续都有机车围停 六日来这边爬山的游客就蛮多的 这次来的人还算还不错 还蛮踊跃的 大概多了一层吧 一年一度的大车三宝节 今年加码抽机票 比往年人潮更多 但围停乱象也变多 恐怕要先厘清围停 到底是哪个单位管辖 才不会到最后没有执法单位到场 一张罚单也没开出去 TVBS新闻方志诚 宋阿娟高雄报导 中国大陆今天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在新疆的7.1地震 是近两年来震度最大的地震 也导致当地灾情惨重 很多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只能裹着棉被就逃出家门 在街上闭寒 而现在各地的资源已经迟远了 可是低温恐怕是救灾的最大挑战 黑夜中平房倒塌 中国大陆新疆在23号凌晨2点左右 发生规模7.1强震 一名受困的儿童被救出 还有受伤的村民被送上了警车 客运站内警报响起 出站大厅上百名旅客往外冲 地震当下一名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指挥旅客 疏散到空旷安全地 还有饭店旅客顾不上穿衣服 抓着棉被逃生心有余悸 我这一种被子穿了全内裤 我无论 整体没做 两分钟 我都在这间店 三分两分一个半 这次新疆7.1强震 阵阳在无人区 中国大陆央视记者抵达灾区 是距离阵阳30公里的村庄 平房受损严重 墙壁军裂 当地村民已经安置到避难所 目前道路可通行 水电正常供应 未来的三天 当地没有降雪的情况发生 但是在前段时间 当地有降雪的情况 路面还是非常的湿滑 那么当地最低的气温 接下来会达到零下20摄氏度 截至23号中午 至少6人受伤 40日期间房屋倒塌 官方预报 主阵7.1强震之后 未来几天 人会发生有感余震 TV变相专门站 陈入文综合报导 寒流来袭 其实一波波的降雪 让全台陷入了追雪的热潮 我们带您来看到 是在桃园的拉拉山 在凌晨的2点多下了冰线 而到清晨时呢 已经降下了今年第一场锐雪了 成了浪漫的银白世界 游客们非常的兴奋 开始堆雪人打雪仗 不过我们也要提醒您 接下来入夜之后 低温也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会越晚越冷越冻 所以如果您要去追雪的话 保暖工作不可少 天津雪球开始雪仗大战 大小朋友真的好兴奋 因为一走起来就看到这美景 车顶地面全被白雪覆盖 全了浪漫银白世界 拉拉山二岸农场 还拔大约1600公尺高 凌晨2点多慢慢下起冰线 3点多就开始降雪 陆运区都是来追雪的游客 车辆停得满满 昨天晚上我们全家人 一起来四个人 然后昨天晚上就一个钟头 来测试一次 然后一直到差不多4点多 才真的开始下雪了 真的很过瘾 本来是想说礼拜三会 结果没想到是礼拜二 我觉得因为今天是请假 公司请假一天 拉拉山为以雪山山脉 在海拔2000多公尺高 横跨桃源复兴区和新北市乌来区 寒流来袭时也成了追雪胜地之一 比起热门景点和幻山太平山 在这追雪不需要人挤人 拉拉山终于下雪了 天气真的好冷不仅 树枝上的水珠都已经结冰了 地面上也能看到积雪大约有一公分后 有民众就禁用树枝和树叶就在旁边对齐雪人 在致命景点巴林铁塔同样雪白一片 浪漫景象宛如置身国外 有游客用手指写下到此一游 为这难得的雪景留下回忆 地温又加上下雨也导致路面截边 上午在巴林派出所旁开始进行交通管制 警方快询问驾驶要开车到哪 如果没庄雪链想上山就不会放行 现场直几有不少车辆只能乖乖掉头回去 毕竟要是追雪途中出了车祸 恐怕兴致全无 TV新闻家们吴俊伟桃源报导 新闻最后带您看动物如何避寒 怎么这么冷啊 寒流来袭黑猩猩感受到了 他忍不住双手抱胸 最羡慕的应该是红毛猩猩吧 手上还拿了一个 那是他自己拿的吗 他自己拿 你看 你没看错红毛猩猩咪咪的身上 披了毯子 手上还拿了一条黑的 逢一来他把自己包紧紧 让游客赞叹连连 好可爱喔 他开了被子 要看过吗 因为这边高雄比较不容易那么冷 你觉得有达到那个包的效果吗 应该有达 看他蛮舒服 咪咪拼命拉被子取暖 可爱的模样把游客逗乐了 一旁的同伴也拿起被子 有样学样 就怕动物们受寒 原方也为相规点起了保温灯 做好万全的准备 如果说在天使在更冷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 就会调整他们的食物 就增加一些 比较高能量的一些食物 在他们的配方里面 同样有保温灯取暖的 还有这家养猪场的猪脂们 如果设定好的话 它都会如果冷的话 它就风速会转速飞比较慢 如果天气很热的话 那个保温灯它会自动关掉 你知道小火鸡受寒 一样会出现感冒流鼻涕的症状吗 业者利用柴油暖风机 避免小鸡受风寒 这是恒温的设施 差不多24或多 避免机型种植的葡萄受寒害 也则在两分大的葡萄园里 点了500颗裸纹状的平安灯 像我们人在点光明顶 不平安 比较没去干掉 点灯加温 还得加上地下水灌溉 看到了没 这水不停流动着 似乎冒着烟 水雾有24度25度啊 业者想尽办法 就是要让动植物 安然度过这波冷瘦瘦的寒流 TVBS新闻挨招贤 陈志忠张崇敏 综合报道